这现在已经到桥底下了 刚才那两个换衣服的大哥大姐都在那 这有一个败顶 这有跑步的 这边真是干净啊 我受不了了 这个因为太干净了 然后 这边的楼也不错 我不知道隔着这个树 大家能不能看到 楼盖的质量都非常的好 哎呀这个地方真是适宜居住啊 可惜就是没有身份 没有工作 我觉得在未来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在瑞典定居 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 当然前提是你会说瑞典语 如果你不会说瑞典话 都白色 这是个中国大哥吗